我是猜的 他不是鳥 他不是鳥 他是另外一本手 歡迎收看週日的東橋望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了 我們現在在神戶 我們將要做神戶一日遊 我們現在來到3點 這裡有一種很歐風的感覺 而且我後面就跟這裡看到神戶的事情了 我覺得這邊給我感覺有一點點像薰衣草森 就是種了很多很香的花花草草 然後還有一些歐風的建築 我們剛剛從嵐車的山頂站一路往下走 走到那個中間點大概20分鐘左右 帶大家來走一下這個溫室花園 在我後面有一個超級歐風的咖啡廳 可以點杯咖啡然後這裡坐下來 一邊欣賞神戶的風景一邊喝飲料 你有沒有覺得啊 我們剛剛在這邊拍了一整段 然後兩個人整個頓時高雅跟氣質起來 真的 講話都輕聲細語的 我覺得這邊的食物非常好吃 對 茶非常溫順 我覺得這邊的總會三明治 比美而美的還要好吃呢 我們現在到了風之秋的中間站 我們現在要搭纜車 下去新神戶的附近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酷飲的瀑布 現在有種搭纜車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搭配車 風巧現在陷入了連續兩天的乳酸地獄 而且記得我們是連續兩週 我們上週還去爬那個澳色對不對 對 我們明明是坐東京走的橋 可是已經變 東京爬就走了 鄉野行腳節目了 現在到了北野藝人館區 首先這是封建機館 一人館這個區域啊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以前開港通通的時候 神武港這邊有很多外國商人 他們以前居住的房子所留下來的遺跡 一人館這邊有名就是這個六甲木場的霜淇淋 超濃超順超甜的 阿沙澤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從早上 瀑布這邊 然後一路 看一下海邊的方向行走 神戶的圓頂商店價 它的廠超過1.2公里 而且它有多達超過300家以上的商店 這邊的商店啊 有些營業都超過100多年以上 我個人覺得就是這邊 比橫濱的那個圓頂還更有風味一點 我們接下來呢 要往神戶的港 神戶Harborland出發 我們就來搭摩天輪看看神戶的夜景吧 這邊雖然不是最高的欄車 但是卻是我搭過最棒的夜景 這邊的主持營 接下來我們要上去我後方的Port of Kobe Port of Kobe Port of Kobe的一張標是700元 在我後方的夜景呢 就是神戶的市區啦 在我後方的夜景呢 2.3公里 有沒有一種耍帥紐約客的感覺 帥翻了 包包就有點不搭 剛剛在神戶市六打 然後拍了很多那個 這個有意義的歷史的建築物 現在要搭車去哪裡咧? 要搭車去三公吃牛排 來神戶一定要做的事就是吃神木牛 帶你們去吃德國米其林一星的神木牛餐廳 雪月花 這就是我第二次吃神木牛 然後我想要比較看看 因為我上次第一次吃的時候 真的覺得太精念了 牛肉可以好吃要弄成 跟講它入口絕對不像你吃過的任何牛肉 它真的一塊很像牛油 但是呢整個融化在你的舌頭上 然後它的油脂真的是完美了很多的力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神戶Vlog 讓我們抱著就是滿足的心情回大榜吧 感恩的心 感謝尤尼 掰掰 掰掰 掰掰